剧作家田启元在1993年的作品《白水》 至今仍然是当代小剧场的经典作品 当年以全男演员演出白蛇、许仙、青蛇 还有法海挑战社会的性别、婚姻 还有文化规范 今年同党剧团重新演出《白水》 用四个女演员诠释这些角色 导演说如果法海也是蛇妖的话 为什么她要阻止人蛇相恋呢 导演想要探讨法海对于身份的自我认同 难道相爱有罪 难道真心相待是一种浪费 难道是这般无怨无悔 难道真有个是是非非 同党剧团改编田启元的经典剧作《白水》 推出四个女演员的版本 同时从法海的角度出发 设定法海也是蛇妖 却一昧地打压猿蛇相恋 如果说我们把它设定是一个蛇的话 我们不管是同志或是非同志好了 如果他是一个蛇的话 他为什么要去残害别的蛇 然后你自己也许把它扩张说 他如果是一个同志 他为什么去杀害同志这样 或是要去破坏同志 或是做那种立法反同志 或是生成反同志 为什么可以被纠正之类的东西 从许多新闻得到启发 导演开始质疑为何握有权利的同志 不论在宗教或是政治上 却要设法打压同志 他很好奇这样的自我认同 究竟是从哪里开始扭曲了 我其实比较好奇就是说 如果我们就法海来看的话 这个法海他为什么会想要去 破坏别人 然后以前我们的所有的白蛇传 可能都把这个法海不是演的 就是感觉是正义凛然 或者是我在想说 他总是应该要有什么人性的部分吧 那我只想说用比较人性的方式 来看白蛇传这个故事 是谁在那富贵贫贱 是谁在那快马家边 是谁在那边边边轻轻边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比较难展现 我是蛇但是我又是人 我不接受我是蛇 然后我必须找到一个理由 让我自己去打压一几 然后在一个空的舞台上 什么都没有也没有道具 我要怎么透过我们的身体 跟其他演员的关系 去表现很多内在复杂的情感 从人性出发 同党剧团版本的白水 要给观众新的思考角度